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周 韩国网友们关注的6件事情 庞瘫穹骨确诊了 今天PIT的官方声明 庞瘫酸骨在美国接受PCR检测后 得到了确诊通知 目前穹骨只是有轻微的喉咙疼 居家隔离并接受治疗中 公司会持续观察他的身体状况 并按照美国的防疫规定 之后决定是否继续参加行程 穹骨 穹骨要早日康复 昨天在韩国引起最大话题的演艺权新闻 就是Vils Smith在奥斯卡颁奖典里 打克里斯洛巴掌的事情了 当天因为克里斯洛拿 李斯洛老婆的造型开玩笑 过期的Vils Smith直接上台给了他一巴掌 事发后 Vils Smith在埃及向克里斯洛正式公开道歉了 而奥斯卡主办方美国影艺学院 在当地时间28号正式发表声明 会谴责Vils Smith的行为 并精心公开审查这件事情 看韩国媒体报道的话 听说在美国那边 指责Vils Smith的人比较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他之前就拿着三个亚洲小孩 说过种族歧视的话 所以被打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暴力是不好的 但是克里斯洛总有一天是要被揍一下的 只是Vils Smith代表去做了而已 我觉得很帅 这不是一般的玩笑 拿着有病的老婆嘲讽是盖被打 我看了这个之后 就想要见到Vils Smith这样的老公 再怎么关系好的人 用家人来开玩笑的话 就是要强力对应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袒护暴力呢 真的很厌世 希望你们每次说错话的时候都会被打 一开始Vils Smith有跟大家一起笑 但是老婆的表情不太好 之后他就突然上台打人了 所以在美国很多人都说 因为Vils Smith看老婆的眼色 所以才会做出夸张的行动 所以 对于Vils Smith的打巴掌事件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前几天与女主播发生争议的 减牙队长 昨天在YouTube频道上传了道歉文 想要骂我的人请离开这个地方 请不要留言 我只想对减牙粉丝们说些话 粉丝们请取消订阅我所有的SNS 不要看也不要来了 拜托大家 一直以来喜欢我的人 请不要再坚持了 我知道因为我大家都很疲累 所以请大家走大家自己的路 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人 我不需要同情 如果真的为我着想的话 请不要看 不要听跟我有关的所有事情 之后我将会换掉所有SNS的账号 不再使用茄牙 对于辛苦活动的成员们感到抱歉 很抱歉我弄脏了团体的名字 再次向大家道歉 茄牙怎么队长最不会说话 闯祸也最多呢 以前也那样 现在也是 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到现在都面换茄牙的名字 真的好厉害 语气怎么这么奇怪呢 然后难道真的不知道 上传这样的内容 也会对别的成员们造成困扰吗 什么都不要说了 好想念以前的茄牙 3Kids完成了JYP的心愿 今天根据皮尔布的官方声明 男团3Kids的新专辑Odinary 在这一周登上了皮尔布的HAT200排行的一位 皮尔布的表示 3Kids在18号发表的新专辑 是今年目前为止在全世界发行的专辑当中 销售量最高的专辑 而这次的一位记录是 3Kids在2018年出道以来 也是在JYP娱乐旗下艺人当中 首次在皮尔布的排行 拿下一位的大揭露 3Kids是有资格的 自己做词做曲 品质又那么好 恭喜恭喜 听说在美国反映好 所以有期待 结果真的拿下一位了 恭喜恭喜 这次的歌真的太好听了 恭喜恭喜 3Kids实现了JYP的美国梦 最近YJ的下班舞蹈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我们的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